實在就是SUM 哈囉大家好 我是手服汽車小翔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款日系冠軍的休旅車 它就是RAPOR銀色11年版 它這台是市場非常稀少的四傳旗艦版 外觀其實前車主都保養得非常漂亮 然後它今天售價的話是116萬 那我來帶你看看內裝 前座的設計其實是黑色被銀色搭配 所以看起來是比較年輕的感覺 這台車搭配的是8顆安全氣囊 比如說像是有ABS 行氣防滑車輛穩定系統 其實這台車在安全配備上來講其實是非常多的 雖然這台車雖然是11年的車 雖然是9年的車 但是它這台里程才好8萬 雖然是非常的少 然後它這台車還有原廠的保養紀錄 買回去算是非常的超值 它的配備其實非常的多 因為它是四傳旗艦版 所以它會有四傳的固定按鈕 連車主有去改它的螢幕 像是DVD啊FM啊 它是一些可以聽音樂啊 但是讓你在開車的時候不會這麼無聊 次數手自排 好那我們帶來看後面部分 以我現在的身高175公分 坐起來是非常的舒適 在頭部的話大概有兩個拳頭的高度 膝蓋部分還有一個拳頭的寬度 這台的後座有搭載 ISOFIX的功能 如果說你只坐兩個的話 它中間還有扶手可以往下拉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杯子飲料要放在哪裡 這樣那我們帶來看後面 看一下它的空間其實非常大 搭配這個車頂架 或你是出去玩啊露營啊 下面也可以放一些設備 座椅部分可以就是六次分離 所以如果你再載東西 載貨出去玩都很方便 大家來看到的是引擎室的部分 它的防禦條碼都在 所以確定是原版件 沒有碰撞沒有試過沒有泡水 另外是我們這邊手部汽車會幫 就是每台車做 汽車方的嚴苛認證報告 這台車有經過夜時的可可 它的部分就是引擎變速箱 啟動馬達方向機還有空調部分 這台車我們有提供保護給你們 所以購車之後不用擔心它的車況 幫大家來做一個總結 它是2011年的DRAV4四輪旗艦版 然後它里程跑少才跑8萬而已 那新車價的話是116萬 加選配大概128萬 然後現在賣的是46萬吧 這是超便宜的 啊我是手部小翔 買這招握 那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實在就是SUM